上雪域高原,向边防海岛,紧茫茫临海,出大漠戈壁,一路欢笑,一路歌,一路打动,一路情,行程一百万光丽,走出新学期,卫兵服务,长征路。 我在几年多大年,心里没有心里点,我在几年多大年,最幸福呀最温暖,我在几年多大年,心里没有心里点,我在几年多大年,十年风雨露,一片费冰情。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14军营大百年系列节目,我是魏晨霞,我是卓琳,我身后这些都是刚刚参加完2014军营大百年,刚刚凯旋的我们亲爱的战友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军营大百年十年来啊,每逢新春佳节,我们将会把带有兵味年味的节目,送给我们的基层官兵。 那么今年我们军营大百年,到底都去过什么地方呢?让他们分别给大家报告一下。 了解。 我们军营大百年,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第一次集结出征,我骄傲。 我们第一次走进海军核潜艇部队,我骄傲。 我们第一次走进空军航空兵部队,我们骄傲。 我们是走进常规导弹第一缕小分队,我们第一次在倚天长剑前录制节目,我们骄傲,我们自豪。 我们这个小分队走进了全军海拔最高的河北滩,天文点以及神仙王边防点,我们骄傲。 我们第一次走进了刚刚通公路的摩托树边边防营,我们更骄傲,我们更自豪。 在澳门回归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我们军营大百年走进了驻傲部队,我们无比的自豪。 我们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特种病的风采,我们骄傲。 我们到了红色圣地西百坡,我骄傲,我们自豪,因为新中国是从西百坡走出来的。 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 我想再次把热力的掌声送给他们,辛苦了。 我们军营大百年十年来啊,先后慰问了230多个边防哨所,慰问官兵12万左右,我们的行程达到了100万公里。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新朋友在这里欢聚一堂,一起来回顾我们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分享卫兵服务过程当中的欢乐与感动。 军营大百年则2005年开办以来,始终以卫兵服务为宗旨,因其兵味浓,年味足,人情味重,被部队官兵誉为军营春晚。 又因为走基层走得早,走得时,得到广大观众的知识与厚爱。 2009年,军营大百年以征程卫兵服务,真实记录过程的创作理念。 带领军女艺术家们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进哨所,把军委总部首长的关怀与问候送到基层,把全国人民的祝福带给一线官兵。 从第一个将太阳迎进祖国的东方第一哨,到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卡拉昆仑山口,从辽阔的南沙群岛,到茫茫的内蒙古大套园。 从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阿里地区,到零下四十多度冰天雪地的北极哨所大兴安里。 从路途闲斗的川藏县,到风力最大的阿拉山口,在卫兵服务的路上,军营大拜年,马不停蹄,一路走来。 不管四面八方,东西南北,有战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行程,有军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舞台。 百万公里的路上,一道道车折,一个个脚印,都写满了我们和兵的故事,承载着我们为兵服务的情感记忆。 现在坐在我们面前的三位,应该是我们军营大拜年,走得最高,最远,最险的一组。 陈奇。 要说远,川藏县的行程确实比较远,而且那条路也很险。 是,是,他们号称为西部骑路嘛。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最险的一条路。 地方驾驶员有的路段就不敢开了,他会下来,一看有我们汽车兵过,就会让我们汽车兵帮助他们把这条开过去。 还有一个地方叫13公里半,那个地方是整个川藏县最险的一段路。 就我们部队那个大卡车呀,刚刚好它一辆通过,边上连人都站不了。 它那个轮胎基本上就在那个悬崖边上压着过去。 而且关键是上边那山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岩石是伸出来的。 我们那个部队大卡车又有,后边有一个斗嘛,后边有那个帆布棚。 那个帆布棚又刚刚好从它那个岩石下边刚刚好过去。 这我们汽车兵的技术高超啊。 对啊。 而且我看到采访哈,他们晚上就睡在那个车里。 他们就靠着一床被子,然后呢,还有军打衣,怎么盖着,就在那个斗里边睡着。 哎呀,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你想我们睡在房间里边都冷,晚上有的时候都会被冻醒。 何况他们还睡在那个斗里边。 有的时候他们拉的,可能是水泥什么的,也得往那上睡。 对啊。 更冷。 是啊。 如果是棉被还好。 对,他们拉的,有的时候还是钢筋的。 连睡的地方都没有。 其实冰是非常艰苦。 当然那个在川藏线上那些冰站的,守在那的战友们啊,也非常艰苦。 嗯。 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的意思就是在扎木冰站。 苏导那天让我们凌晨三点钟起床。 因为他们的战士们就是三点钟起来给汽车兵要做饭,做早餐。 他们只有五六个人,但是他们要做两百人的饭。 然后我们就三点钟起来和他们一起去,我们去帮厨。 帮他们蒸馒头,蒸包子。 才知道原来在高原上做饭啊,什么都得用高压锅。 要不然他煮不愁,印象非常深刻。 说今年你们去的是神仙湾,是吧? 对,我们两个去神仙湾,河北滩,还有天文点,三个边防哨所。 最高的应该是五千四百多米的河北滩边防里。 哦,五千四百多米。 对。 我觉得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我们去的这个地方。 叫做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六月雪花飘,养气永远吃不饱。 这四句可以特别精准地概括我们去过的这三个地方。 你说的这样的地方好像大半年去了还真的不少。 唐古拉也是这样的地方。 你们还上次去的阿里也是这样的地方。 是,其实去年我周林老师,我们一块去了阿里。 大概平均的高度是四千五百米,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 二十四小时除了吃饭,除了上厕所,除了演出,基本上是氧气吸着。 从阿里下来之后,我就自己在想,这种地方以后我来不了了。 今年编导组给我打了电话,据说是第一个打了电话。 对。 我当时说好,去。 就问这种坏。 我自己都傻了。 我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在问我自己为什么。 可能是,十八岁我就当兵了。 这种对真正的边防的最艰苦的地方战事的那种情感,就落在心里了。 就说我不自然了,我说好,我去。 哎,去完之后一想,我怎么去就去了。 据我所知啊,在你们这次对付当中呢,有一个新兵。 第一次上高原就上了五千多米。 害怕最高的哨所。 上阵父子兵,去年去了阿里,今年女儿上了卡拉圈。 真了不起,其实我上山之前自己特别害怕,我一直在问我爸,我说上高原有什么反应啊,我说该不会头疼欲裂,坚持不下来吧,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上高原。 你爸怎么跟你说的,这个我跟他说,我跟他说,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没事。 所以上去以后,实在是,我们那个周老师知道,我已经是全队第一个倒下,真的觉得坚持不下来了。 但是我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我必须得留口气,下山,我说我得跟我爸算账去,我说你这高原是怎么把我给骗上来的。 但是尹蒙回来之后,你知道他做了个什么吗? 朱琳,我也向你汇报一下,他爸,尹蒙他爸,他回来之后,他找到我,他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哎呦,我觉得虽然是心病,我觉得看着你的成长,我们挺欣慰的,你太棒了。 上山的时候,我在他旁边坐着,他对我样。 基本的快,像鱼缸里的鱼。 我说,别动,别动,我给你照一张,给你爸发回来,别,别,我妈得哭死了。 在这儿想透露一下,因为上了神仙湾,包括那几个哨所,信号是没有的,唯一就是自己的有一个手机还能发一个短信,我就跟我爸说,我到了,但我说确实很难受,但我爸就给我回了两个字,就是坚持,我觉得他是很信任我的。 其实我还想补充一句特别遗憾的地方,去河北滩,因为路途的原因,大河车上不去,只有一辆装甲车和一辆勇士车能上去。 当时尹梦,我说你行不行,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去,他说我行,他代表主持人去了,然后我们还去了两个演员,总共去了三个人,剩下的人就下山了。 哦,就你没去河北滩实际上? 我没去,我后来特别后悔,真的特别后悔,所以真的向河北滩的战友我在这儿表示一下歉意,希望下次大半年再给我机会,我到那里去,一定给你们多演,使劲演。 你也别跟着电视机前的这个河北滩战友歉意了,今天河北滩战友来了一位,来掌声有请他上场。 叫什么名字? 我叫骑士龙。 河北滩刚刚组建的时候还是挺艰苦的,我听说你们当时没有营房是住帐篷是吗? 河北滩是2005年组建,那时候新艺房还没建,还没建起来,只有住帐篷,就是这个下雪,鸡雪也比较厚,帐篷就渗成了,有时候压塌。 多厚的雪啊? 鸡雪可以打到两到三米。 两到三米? 两到三米有时候,还有我们这个春日班那一块,我们每次吃的菜都是在一百多公里处,有一个中转在,就是在那边煎菜就是。 那需要多长时间呢? 早上起床以后,吃点早饭,到下午七八点的时候应该才能到。 七八点才到? 是,每次就是接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战士,身边那些兄弟,有什么想带给家里面说的话,或者带给他的心爱的人,或者他的对象,就是让这次接菜的人过去,把这点话说给他。 每名同志最开心的是,就是能够把自己想说的话,带到家里面去。 回去给何伟他的战友们报个歉,我们小分队只去了一半的人,祝福你们,生活得好,家人都好。 好,给你们的战友们带个好。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去,卡拉昆仑小分队全体都在。 哦,来,掌声有请。 这是我们这次队伍里年龄最大的张养胜老师。 这次呢,我们那个隋军大百年居住,又这个去了这个卡什昆仑高原,包括这个沈贤湾,田文典等。 高原的战士们呢,冒着这个生命危险,真的为过赎编。 我从心里面,作为一个老兵,对他们表示崇敬的感谢和敬意。 好,谢谢。来,原意一句,杨妙。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将近六千海拔的时候有一个冰河,当时因为怕勇士车陷下去,所以我们都下来去跨,然后我踩下去,咔嚓一声,特别害怕,印象深刻这次,真的。 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行程是一个对生命的赌注,因为我们当时跟班长和带队的带车这个干部聊,他们都没有去过河围坛。 因为那个路,他们没有走过,他们说万一一旦夏季雪了,我们只要困在哪里了,可能出来的很难,出来。 所以我还是觉得,海拔再高,不如我们卫兵服务的士气高。 大缺呀,但也不缺卫兵服务的精神。 说得好。 好,魏老师,为了表达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们特意又做了一首歌。 采一朵雪帘,送金人。 好,一起来欣赏。 跨雪山翻大岛,我们登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域高楼。 在那里,为战友们歌唱,给他们拜年。 这将是我们一生中难以忘记的记忆,记忆中那些钢铁般的神仙。 你又没有看到,看到过一座山? 有没有看到,山里的神仙? 山中开满了,山洁的雪莲。 美的好象仙女,仙女下饭。 美的好象仙女,仙女下饭。 远远的我就看到了,看到了那座山。 小小的沙发索,送入云端。 飘扬的国旗,驱散了严寒。 那是金人守卫的,守卫的神仙丸。 那是金人守卫的,守卫的神仙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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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朵雪恋 总情爱 圣洁的雪恋 陪着你 融化的音场 太一朵雪恋 总情爱 圣洁的雪恋 陪着你 守卫点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颁发的是 2014军营大拜年的组织奖 请看大屏幕 获2014军营大拜年组织奖的是 海军核潜艇部队 空军94836部队 常规导弹第一旅 新疆军区南疆军区政治部 成都军区林芝军分区 驻澳门部队政治部 河北省军区政治部 海军特种作战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又掌声 欢迎获奖者上台领奖 掌声欢迎 同时我们也有请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 主任孙继烈 政委纪贵金上台 为获奖者颁奖 奖品是由广州珠江 张军集团委员公司提供的 同时我们也感谢 国际航空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再次用掌声 向获奖者表示祝福 提到这个 军大拜年下部队演出 我们经常特别的感动 因为我们选的地方都是特别极致的 有特别冷的地方 有特别险的地方 卓琳也跟我们去了不少 你也辛苦了 其实我谈不上辛苦 有很多老师 很多艺术家 比我还要辛苦 好 让我们站 我建议把这几位艺术家到场的 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好 掌声有请杨洪基老师 德江 阿斯根 我记得我们在满洲里的时候 杨老师说话的时候 我站在旁边主持节目 我看他说话的时候 就跟龙王爷似的 直穿白白哈气 其实应该说起来 那个地方确实很冷 但是夜里头大概是到零下三十多度 没给我们安排的最冷的时候 给我们安排的是白天出太阳的 应该是下午两点多钟 是最暖和的时候 零下十七度多 其实我们当时大家都在考虑 是穿上大衣呢 还是穿眼珠服 穿眼珠服呢就是单的了 里面穿衣服 外面一个衣服 那当时提出来就是 让我们来决定 后来呢又关照我 说年轻人一定要穿眼珠服 你年纪大了 已经七十岁了 就穿上大衣吧 我觉得大家都穿上这个眼珠服 让我一个人穿大衣 因为我是五十多年的老兵了 所以我最后觉得我还是要穿眼珠 跟大家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 在战时那种热情的感染下 真的那一下子没有感觉到 好像有什么过不去的 但是回来以后再一回想 哎呀在那么低的温度下 穿了一件单衣服 穿了一件衣服 军营大拜年到了大兴安岭 是武警黑龙江森林总队大兴安岭的支队 也是零下晚上四十多度 白天三十多度 就是演出的时候都戴着棉帽子 棉手套 像您说那个话筒啊 如果用手握根本拿不住 就算他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有一杯水 往地上一倒 就数五个数就动兵了 但是战士们特别热情在那 就是看到他们 我们就觉得自己在台上 这十几分钟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阿兹根在三个人当中最年轻了 你是去的高原 乃德拉哨所是吧 对因为亚东和乃德拉哨所 它在藏狱里边也是属于比较 阴翼过来是一个风险的地方嘛 所以也是很险峻 乃德拉哨所呢 在那里一年 大概有八个月是那个风山期 所以我们的战友 吃蔬菜啊 还有吃到新鲜的水果 都特别特别的难 还有我们 我们藏族的老阿妈 德基阿妈 还有曲珍阿妈 都是他们无私的 在三十多年 他们都是徒步的自己送菜 我作为一个部队的这个藏族歌手 我觉得真的应该像在那个乃德拉哨所的执行的战友们致敬 也像我们的藏族老阿妈致敬 因为他为我们做的一切就是我们想去做的 但是我们没有做到 阿斯根说到这儿就回想起当时的那个情形了 刚才你说到曲珍那三位老阿妈 他们真是特别的令人敬重 三十年 他们刚开始给哨所送菜的时候 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三十年后的今天已经真是是老阿妈了 后来呢 我们也把三位老阿妈请到了这舞台上 同时呢我们知道他们特别想念在哨所的战友们 我们想办法找来了几位 他们相见幽默在一起的时候 在场所有的人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当时呢我们也是想给他们 颁一个战事心中最爱的老阿妈 这么一个收容吧 这么一个奖 可是后来就没有来得及 他们就回去了 我们也觉得特别遗憾 这也成了我们《九云大白年》剧组的一个心结了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愿望 今年呢 在《九云大白年》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就派我们剧组的人还有演员 又再次到了老阿妈的家里 把这个奖杯也送到她的家里 同时呢 也沿着老阿妈送菜的那条路 又走了一遍 我们军营大白年 赴西藏亚东小分队 现在正在飞往拉萨的班级上 我们是被三位藏族老阿妈的动人事迹所感动 决定踏上西藏之旅 寻找真情大爱 这路看真难走 加油 这告诉我 就他们刚才啥都没说行吧 能行吗 行吧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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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路看就是 他就跟我们家的金颗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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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ций上不去了! 现在有点吵着要站着? 哎呀呀! 回来,回来! 怎么样? 这个地方呢,事件太好了! 我看了,我感觉这个十几米 最后起码才能够一百米吧! 许多时光,妈妈时常把我盼望 岁月长长,十年长长,又是一年雪花飞扬 老兵在下面吗?把老兵请上来 爬到那哨哨用了多长时间? 从亚东县县城底下往上爬的时候 一共是40公里 感觉好像近在咫尺 但实际上相隔千米 毕竟它那个山,你从几百米,从几千米上去之后 不同的变化,它叫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海拔四千六百五十五米 那么最大的坡度有达到七十度 冬天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五十度 但我们的战士依然长年累月的 还说到这个地方 更关键的是我们三位老阿妈的英雄事迹 其实令我们很感动 他们就是三十一年如一日 行程达到五万公里 背上的为我们沾江舍哨所 送去的水果和蔬菜 达到六十吨 六十吨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就我们去大白年为了演出小分队 到了很多 刚才像几位老师说的冷的地方 苦的地方 显的地方 但是我们见证了更多的是情 战友情 双拥情 实际上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激取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所以每个演员回来都说 真的是一种进化 非常感谢你们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艺术家们 接下来是不是 是杨洪杰老师 来为我们家友们演唱一首歌曲呢 好 我就唱一个我们美大祖国站岗 好 好 手握一杆更强 身体弯道下光 我手握一杆更强 我手握一杆更强 为我们为他祖国站岗 一颗红星时时刻刻 向着北极 站在边方前 如苏站在天安门荒长 我为你太阳照边江 为你太阳俩 为你太阳照过 就在我心中 啊 啊,做一颗新时代的好战士 无限幸福,山路高,山路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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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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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自第一个把太阳迎进赌国的英雄的东方第一兆 我是中士梁洛宏 我是中士在中国最美端的北极少佐 中士吕光华 我是中士最后一位来过的地方 新锤第一兆 上次王海涛 我是住手在离北京最远的师父骑边防连下士陈强 我是住手在海拔5418米 全球海拔最高的可谓他边防连下士陈弘 我是来自木头树柄木方言四级军事长周国人 我是住手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兵战上士李建平 我是住手在长白山脚下天池少手的四级军事长宋立威 我是全军第一支驴子导弹发射连队的号手 下士古静 我是来自北京市天安门国旗辉队的升旗手 上士高峰谱 大家听到了他们每一个人都相当的不容易 最远的到这儿大概需要三到四天的时间 有的是全军海拔最高的哨所 我知道他们当中至少有三四位战友 今年即将退伍是最老的老兵了 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把美丽的鲜花也送给他们 来 上雪域高原 向边防海岛 近茫茫临海 出大漠戈壁 一路欢笑一路歌 一路打动一路情 行长一百万公里 走出新17卫兵服务长征路 周琳你还记得吗 我今天是在2009年底的时候 我们到九群卫星发射中心 沿着2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 慰问两边的战士 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们的列车在行进过程当中 看到了一个巡道兵 于是我们就临时停下来 几个人为他演了一场 没错 其妙公没想到我们的到来 他的一段话呢 却感动了无数人 让我们每一个演员都掩盘着热泪 我们再看一下 市长 你每到春节的时候 你心里会想着 前面爸爸妈妈 我家的人 那这时候 你会想着他妈妈说的 那你是在说吧 爸爸妈妈 你们好 来信一直埋怨 我没有回家陪你们过年 但我儿子在这儿 跟你们道个歉 向你们说对不起 其实我也很想念你们 我是一名军人 我也有自己的指导 所以说有时间了 我一定回家陪你们过年 我在这儿出二了 身体健康 顺顺顺顺顺顺 我儿子给你们敬礼了 东西南北中 我们来当兵 五湖四海 爱到一起 咱们都是亲弟兄 心铁的心啊 亲暖的亲啊 亲 我们把李辉先请上来好吗 李辉在吗 来李辉 来李辉 掌声有请 好李辉 走走走走 虽然都过去好几年了 我相信你一定是依然尽忧心的 刚才你们二位在上面说的时候 我又开始激动了 因为一想起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就想起很多许许多多的边防战士 真的是 因为我每次下部队的时候 我就像一个知心姐姐一样 他们会跟我讲 说真的是很想家 这边真的是很寂寞 但是他们身上有一份军人的职责和那种军人的使命感 让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说想家的时候 他们会把自己家里的父母的照片和全家福默默地看一看 那个时候真的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都在我脑海里出现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我一直记得他叫房小丽 对 其实我们也花了一点功夫找到了他 是吗 我们的记者也到了房小丽的家乡 因为他已经退伍了 真的已经回家了 我们也来看一下好吗 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来 在那儿当了几年兵就没看一会发射 毕竟这飞船都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进去了 走过去了 从自己身边过去了 我们接进来的 组装完了之后发射我却看不到 毕竟这飞船都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进去了 这些大半年对我来说感情比较深 我感觉 我当八年兵感觉能够碰上这些大半年社稚主 能够真正切切的体会我们那种生活的这么一个节目 我感觉特别好 这家开始无意习了 爸爸妈妈坐车了 多幸福啊 是 看着就很幸福 我们也特别把房小丽和她的父母请到了 今天我们的演讲师掌声有请 好 掌声欢迎他们 你好 好好 坐坐坐坐 请坐 请坐 李辉想问什么 哎呀 你这么近 你很牵挂 我先问那个叔叔阿姨 开心了吗这一下 想儿子终于回来了 哎呀 刚才看到镜头上看到叔叔阿姨 洋溢的笑脸那么幸福 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觉得其实儿子守卫在边防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孝敬 其实每个战士心里都有份责任 他们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孝敬自己的父母 为了大家而舍弃小家 所以说有他们的存在 所以才有我们这么多千家万户这种幸福 他们在我心目中是 最可爱的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这时候我特别想听王孝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说两句话 这个父母对这个儿子满意吗 满意 特满意 特满意 这个阿姨你有几个儿子 几个儿女啊 两位儿子 一个女儿 都在身边吗 我哥他在部队呢 然后就我一个现在就我退伍回家就我一个人在父母身边 我姐也在这边工作 姐姐也在北京工作 对 房交令说一说 退伍之后干什么呢 这一年 上半年我妈身体不好就一直在家照顾我妈了 今年下半年我妈身体会说的挺好的我感觉 这一年就一直在家待着呢 然后我看你画面上你开着小车带着爸爸妈妈干什么去了 那是去果园呢 我们家种的果园 休日果树呢 哦 那挺好的 小日子过得还可以 还可以 是吗 对 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女朋友的吧 没有呢 我看着我看着好像是好像是似乎好像家里还缺个人 是吧 小伙子这么帅 我估计村里边追你的人少不了吧 是不是阿姨 喜欢你儿子的人多不多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在这做个广告 现在就做个广告 看我儿子是转业轩人 很优秀的一个战士 有喜欢我儿子的 请到我家来 好不好阿姨 做个广告怎么样 来战友们掌声鼓励一下 来来来 有看上我的儿子吗 有看上儿子请到我们家来做我的儿媳妇怎么样 来你来一遍我说没用 我说没用 有看上我的儿子 他来上我们家的媳妇 说得太好了 我觉得你们全家真是特别特别的幸福 儿子又从部队回来了 我觉得全家有团圆了 爸爸妈妈这么高兴 那么今天的我们这个军营大百年栏目 还专门为你们全家准备了一份礼物 甜甜的汤圆象征着家庭幸福 团圆美满 儿子来对 拿着给你 先喂你妈一口吧 妈辛苦了 妈辛苦了 阿姨啊 甜不甜 甜 你看他带着加些话甜 给老爷子那口 要是你爸不高兴了 爸辛苦了 甜不甜 甜不甜老爷子 甜 你看还是老爷子底心多甜 看着我们那个转业军人 今天何家团圆 我想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官兵 此时此刻还住手在很多的边防哨所 他不能回家过年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几位军旅的歌唱家 也来到了我们的演出现场 给大家献上一首歌曲 名字叫什么 也不说 一起来欣赏 谢谢 既然是来欣赏 既然是来当兵 既然是来保护 当兵的怕 既然是来欣赏 既然是来欣赏 既然是来保护 一个滤 既然是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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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来欣赏